有不同的角色 演講也好 主講 主持也好 更重要的是有在座的參與者 如果沒有參與者 對主辦單位 對承辦單位來講 都是另外一個挫敗 所以各位的踴躍參與 相信是對這兩個單位最大的鼓勵 謝謝大家 接下來是我們的專題演講 恐怖的性教育 讓我們歡迎何俊瑋老師 謝謝大家 這是我第一次到樹德 因為我前面兩天 一定會參加亞洲新教育的學術研討會 就發覺這個學校很令人緊張 緊張就是說 作為一個新興改製的大學 他的生命力 還真的是蠻蓬勃的 我前一天晚上看到校長 能唱卡拉OK 大概我們中央大學校長 就不太會了 這個部分的話 能夠平等地 跟學生老師一起玩在一起 那是一種大學的 某一種演技和風範 所以我們以後要對付的 樹德要特別小心一點 一不留神就趕過了 所以我們要特別的謹慎 這個題目 談到校長學校的性教育的時候 他給我的形容詞就是 恐怖的 可是事實上 我今天要把他那個標點換一下 最近在台灣很注重標點對不對 打鬥點 打句點 打圓點 打什麼點 打什麼點的話 是很小心的 那我也把這個標點換一下 因為我覺得 事實上 我們在談恐怖的性教育的時候 並不是像一般老生常談 只是想到說 啊 我們的教育裡面 這個教法很恐怖啊 或者都是用恐怖的方法 恐嚇人啊 之類的 我們希望還晉升一層 去談一些別的東西 因此 我把標點打上去的時候 事實上要提出來說 我們所進行的教育 往往是把性描繪成 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而造成一些很恐怖的後果 那我希望在今天的演講裡面 就接下去談 這個跟恐怖的性連在一起 有沒有一個遙控的 那就麻煩你了 就是我的遙控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社會 此刻以什麼方式 讓性越來越恐怖 過去我們認為性 大概就是一個生理的事情吧 就是結婚以後會發生的那個事情 男和女碰在一起 就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文化裡面 有一些力量 特別的使得性 成為一個非常恐怖的事情 我作為一個人文學者的話 我是非常講究歷史和社會和文化 所以在談性教育的時候 我比較不喜歡談生理的 好像天生就是這麼一回事 你的衝動 你的慾望 你的荷爾蒙 就已經決定你的性 大概是怎麼一個狀態 我比較不相信這個部分 我相信人定勝天 社會文化歷史 怎麼樣去塑造我們對於性的感覺 怎麼樣去塑造我們對於性的期待 我們人與人之間在性這件事情上的互動 其實有很重要的一些影響力量 那我在這次的演講裡面 會把這些社會文化歷史的東西 稍微談一下 那這種談論性的方式 會跟一般的性教育不太一樣 一般性教育的內容 他比較著重的 確實生理解剖一個部分 疾病 兩個人的生殖 什麼之類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一些 比較抽象的概念 比方說尊重啊 體貼啊 這一些 不太清楚內容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些字眼 反正這一類型的東西 比較不會是我今天要談的 我今天要談的其實是說 這個社會文化歷史 怎麼樣在塑造 使得我們對於性的感覺在變化中 我今天然後起來 因為我這個大概安排是住在園山飯店 我住很多飯店 現在都在看自由時報 園山飯店還是看聯合報的 聯合報的上面第三版的時候 就有一個就是 這個屏東鄉下的某一個村落 昨天辦了一次的這個拜拜 在這個拜拜裡面就有金狼秀 是全裸鋼管 那個新聞的描述方式是說 這個一上來的時候 現在有人在唱歌 像一般的清涼秀一樣 穿著少少的唱歌 可是那個下面的觀眾 就有點按耐不住 很不安 就覺得說一定要好看的 一定要好看的 那這個樓主就會去跟經紀人商量說 可以啦 後面東西可以上了啦 可以上了 然後當然精彩的秀就開始出現 為什麼我們過去對於清涼秀的期望 可以不要全裸 而越來越多全裸 或者全裸成為一個主頭戲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文化歷史變遷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我也希望等一下講的時候會講到 這個過程的變遷 當然你會製造出來像這個類型的 比方像昨天 這一個全裸鋼管秀 據說記者還是拼了老命 他躲在汽車裡面拍還被他抓到 然後在鄰邊的路上飛分了十就開車了 開了十分鐘才甩掉了後面追來的這個經紀人 及其手下 情節不下於追張錫明的那個過程 整個的我們的社會文化 目前對於性的口味 對於性的圖像 都在變遷當中 這個變遷 由於我們沒有相應的一個比較理性的 安穩的論述去討論它 反而使得它形成一些很恐怖的後果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力量 其實都跟我們現在的媒體有關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這個部分 我們的媒體的話 往往會在新聞裡面播很多很多 跟性相關的主題 而且像昨天那個在鄰邊 在清涼秀上面跳舞的話 這是一個劇組的表演 有很多記者的話現在是很懶的 他還不用開車或坐飛機 從台北撒到屏東去了 他就直接在台北 坐在他冷氣房的電腦前面 然後就上去搜一搜 然後就看到說 有一個很聳動的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開始報導 六鳥俠的事件不是就這麼出來了嗎 長庚的六鳥俠 原先也只是網路上面的一個照片 但是被記者知道以後 他可以當成一個很大的頭條來報導 中正理工學院的九瓶插鋼門事件 一樣也是在媒體上面的人 在網路上面懶懶的一面喝咖啡 抽菸聊天 然後在網路上面收來收去 看到一個東西 於是就報導出來 媒體有個效應 只要在媒體上出現過 好像這就是大不了的事情 這個人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所以一個人上過電視 人家就會說 我知道我在電視上看過你 其實在電視鏡頭少到很多人 沒有什麼了不得的 可是在電視上看過 好像就覺得是不太一樣的人 這是一個媒體想像的效應 因此當跟性相關的事件 被報導出來的時候 也會形成一些效應 那我們就來看看媒體上怎麼報導 跟性相關的一些事情 我在寫這次演講的演講稿子的時候 有舉了三類的例子 不過我這個人是善於脫稿演出的 成績本還厲害 所以你們回去有空的時候 再去看那個我寫的稿子 我今天講的會跟他有一些 不太一樣的地方 人嘛 從而隨時間改變嘛 隨著新的刺激而改變 隨著昨天情人節所看到的一些景象而改變 是 所有這些資訊的進入 事實上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狀態 我們的期望 我們的感受 好 我們的媒體在報導性的時候 有幾個很大的特徵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看平面媒體就很清楚 現在是蘋果和一周刊的年代 因此所有的主流平面媒體 其實都有蘋果化的一個趨勢 意思就是說 什麼是聳動的話題呢 就是那個標題字很大 標題字很大 其實在過去用那個小小的排版字 這樣排的年代是很痛苦的 因為要印這麼大的字的話 要做一個很大的一個版才可以 可是現在的話用電腦 隨便你要放多大就多大 你看蘋果也好 以及受到蘋果所影響的 這個兩大報也好之類的 什麼話題就是說那個字會很大 這個很大的字 也會創造一些心理的效應 它那個大就已經宣告了 這是一件不尋常的 很特殊的 你應該看到了以後就 啊!的那種感覺了 有人稱呼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叫奇觀的年代 就是什麼東西都還很奇怪 所以你看新聞裡面就有很多奇觀 什麼條根可以黏在身上的 或者菜刀砍了以後不會有傷 就很多很多新聞 或者哪一家的 我昨天才看到媒體上有說 什麼五個腳趾的豬不能砍 不能殺啦 殺了以後會倒霉啊 你們沒看啊 都跟我不一樣 我好喜歡看媒體上面這些奇觀 因為你不單單可以看到一些 很稀奇古怪的故事 同時你也在看一個社會怎麼處理 跟自己不一樣的事情 尤其現在是 迅說叫鬼月嘛 你不看最近晚間新聞裡面 每一個新聞上都有鬼 又說這裡有鬧鬼 那裡有鬧鬼 在鬼月死的人都會特別的大幅度去報導 我們的媒體的報導的時候 把一件事情放大 不但是次放大照片也放大 現在有這個電子攝影了以後 更是可以zoom 一下到最近的地方放大起來看 這些都是我們現代科技提供的一些方式 可以使得我們情緒的張力 隨著跟媒體接觸而開放幅度 越來越寬廣 就原來我大概只能忍受到這個程度 可是多了以後會到這個程度 因此在媒體裡面 媒體的麻辣化其實會使得 我們對於新聞的反應變成一種 蠻制約心的說 又是一個新的什麼聳動的話題了 所以你看平面媒體是把字放大 然後如果是電子媒體的話 就是會有一些很奇怪的語音 在郭報員的句子的後面 會加上一些很情緒的說法 我記得有一次在幫他看到有人寫方塊 他就說我到底是在看新聞 還在聽說書 那就是現在有很多的電子媒體的新聞報導 其實像說書一樣 它有劇情還有戲劇性 還有很緊張的那個成分 到最後的話這個媒體郭報員本身 已經在入戲的狀態上面講得非常激動的 因為他必須要用說的方式 讓你感受到那個現場 雖然現場可能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大家都看過他們在SN機車的那個現場 有的時候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可是郭報員必須要把他講得相當的擁擠 相當的熱烈 你下次去說 那個新聞裡面相當這個字出現多少次 一種不斷的想要描述 以便觀眾感覺到這個新聞是個新聞 是有點賣點的新聞 內容有一點成分的這個新聞 這一種加料添料麻辣的這個做法 誇大做法 事實上會使得很多的新聞會擴大 而這個擴大的方式 往往也就形成一種非常恐怖的效果 因為覺得哇不得了了世界已經變了 竟然有這種事情 比較有趣的是說我剛剛說 有很多媒體的記者是在網路上面搜消息 為什麼要在網路上搜消息 因為在日常生活裡大家都道貌安然 也是很難找到一些很稀奇的故事 但在網路上面因為那個匿名性 很多人敢於表達他平常在日常生活中 所不表達的 因此這些就構成了很好的新聞材料 而這些新聞材料的呈現方式 老實說也不是什麼新鮮 其實追隨著過去在村落裡面 最古老的喉爾相傳 意思就是說 哎呀 你有沒有聽說啊 他們家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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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我們從前帶有性別歧視會說 這叫三孤六活的 這個閒話別人然後就誇大 然後傳來傳去傳去傳錯 可是事實上我們現在媒體 還在用基本上的邏輯在做 就是誇大起來講 可是事實上你們大家如果是常常看媒體的人 就知道媒體其實滿不可信的 尤其是像你接觸媒體 知道媒體怎麼樣操作報導 怎麼樣去修改 怎麼樣去創造故事創造劇情 你就更知道它不可信 可是大家就孤望看之吧 就看一看能當成娛樂 這個是我覺得是滿不錯的態度 就是不把新聞 當成一種很事實的新聞來看 而是能夠保持一點距離 當娛樂來看看說 原來它又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們再怎麼樣報導 學會那個招式 每一次跟性的事情相關 在媒體上出現的時候 往往都會非常鬆動 爽動的處理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對於性這件事情 在這場生活裡面其實不太能夠談 在媒體裡面出現的時候 往往大家可以借這個機會 可以嘗到一點點滋味 接觸到一點點 平常不太期待的東西 因此就會覺得很興奮 媒體創造出來的這一個恐怖的效果 其實有一個很基本的預設 它的預設就是 總是假設爆新聞的這個角度 說故事的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是一個大驚小怪的角度 是一個沒見過什麼樣世面 而且對於所有稀奇古怪的事情 都抱著非常歧視的 覺得有問題的有毛病的那種心態 這是創造總共新聞非常重要的一個手法 這個手法就是你從最底線開始 從什麼都沒有開始 然後才說 哇 你看 竟然有人這樣 如果你沒有假設這個很底的底線 你是不可能講到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爽動 如果你是一個很開明的眼睛 如果你見怪不怪 如果你是一個原來就知道 人世間有各種百態的性的 這樣一個狀態的時候 沒有什麼事情能嚇到你 沒有什麼事情能真正的成為奇觀 也就沒有爽動的新聞 也就沒有賣點 因此所有的報導 必須要從最底部開始 也就是從最保守的觀點 最無知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的觀點 從這個觀點出發 開始去報導 那個報導才有一個聳動性 才能夠達成那個效果 而這樣的一個報導的話 也就使我們越來越覺得 什麼天下這麼亂啊 哎呀 又有人玩3P啊 又有人玩捆綁啊 又有人這個瓶子進到什麼地方 那個棍子進到那個什麼地方 12歲的小孩也在怎樣 14歲的小孩也怎樣 16歲的小孩也怎樣 很多很多的報導 其實日復一日的進來的時候 累積出來一種感覺 這感覺就是世界正在變得很恐怖 正在失控 各式各樣奇怪的事情正在出現 所以這種恐怖的效果 是可以在媒體的報導的形式 和媒體報導的這個立場當中 去創造出來 至於我們是不是越來越恐怖呢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到底性的這個擺態 是不是今日才有 是不是只有現在才出現 這種千奇百怪的樣子 還是說 其實原來也有 只不過我們現在有管道可以表達 表達 表達透過網路 而我們有媒體可以放大 因此我們覺得他們存在 這就好像難道騷擾和侵害 只是今日才有嗎 還是說過去其實已經有 只是過去都在檯面下 這樣一個例子 大家可能是比較熟悉的 可是過去其實沒有那麼多管道 沒有那麼多炒作 來讓性的各種現象 變成一個恐怖的現象 可是現在的話 我們有媒體以後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夠想像到 在媒體有了24什麼樣 裝滿他的節目 我們現在看新聞台的時候 都會發覺他新聞重複性很高 同一個新聞每個小時都要再播一遍 看來看去 那個痛苦的經驗 比方說打棒球失敗的經驗 每一個鐘頭都要重複再來一遍 那個重複性其實是因為 它的硬體已經在24小時有新聞 你不斷地要去生產新聞去填那個空 因此我才說那個條根填在身上 也必須要爆出來 或者現在你看新聞裡面充斥著很多 各式各樣的消費資訊 因為這也是一個不要花精神不要花力氣 就能夠炒作出來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看這種 我對於電視上面所介紹的美食 都很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因為我試吃過幾個都不成功了 我覺得都滿爛的 可是不知道是應該我不要相信主持人呢 還是說主持人那個口感已經薄弱了 你自己無法判斷 我們有一個媒體 我們有媒體的硬體的設備 有媒體的時間 必須要找新聞 必須要找聳動的故事 必須要把它炒作起來 而且一個聳動的新聞炒作起來以後 他還要必須繼續炒下去 因此如果長庚六鳥俠的事件 一出現了以後 他一定要趕快去找一個 比方說他第一次訪問長庚校長的時候 像社長說沒有啊 這個學生不傷大雅啊 只是開玩笑而已 這樣子就不好看 這個新聞沒有對立沒有衝突 因此他一定要趕快去找一個很保守的人 比方說找一個修女啊 找一個媽媽呀 找一個那種看起來就是頭腦很僵化的 六十歲的男人啊 我不是六十歲的男人都這樣 沒這麼容易找到 然後就去訪問說 你對這個事情怎麼樣看法 然後這些人在家裡道德譴責一下 這個新聞就有看頭 如果大家就覺得說沒什麼 這就沒有手動的效果 在這種創造對立和衝突 這樣一個手法的話 其實也會使得很多事情變得恐怖起來 這就講到你們都知道 我們是牽涉在一件所謂動物鏈網頁事件 很有趣的就是當時 我們那個學術資料庫記者去看的時候 他們看完了以後 也沒有說去訪問一下 亞洲新教育協會的學者 結果他們就跑問一下天主教修理 那下場你們就知道了 就是說要找的話 你就找最容易 那種人 那個新聞的效果才能夠出得來 那目前媒體的這種尋求聳動 創造衝突 創造對立觀點的這個做法 其實會使得很多事情都放大 放大而創造聳動效果 使得性越來越恐怖 好像我們這個世界在變的過程當中 除了媒體在炒作的時候 媒體因為有這麼大的力量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一個力量 也會來利用媒體做這樣的事 下一張 現在換了一個遙控 對不起 指錯了 OK 我們另外一種創造性的恐怖 性的恐慌的效果 方法 就是很多統計數字開始出現 因此每一年就統計說 目前青少年已經有性經驗的 大概是多少多少比例 然後算一算 然後再說 跟十年前你看增加了四倍 不得了 或者說去調查一下說 現在可以接受不婚 懷孕的女性有多少 統計數字一下出來 或者說女性是這個 剛好是試婚年齡的女性 她們婚姻的意願有多高 做一個統計數字 這一些統計的數據的出現 當然我們先不要講說 那個研究的方法怎樣 她問的問題是怎樣 就拿很簡單的一個來說 就請問你有沒有性經驗 對你腦筋裡面想像的性經驗是什麼 有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看起來好像是沒問題 說我有性經驗那就應該打Yes 我No就好啦 那可是事實上的話 你對於性經驗的認知 我對於性經驗的認知 什麼樣東西對我們來講是性經驗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 因此各式各樣的學術數據 或者保險套公司 常常做一些統計調查說 什麼台灣的男性性服指數最低 或者說中國大陸的女性性能的頻率最高 之類的各式各樣的統計數據 這些統計數據都可以跟第一個 就是媒體那個部分扣在一起 因為它是一個新聞 所以你看杜瑞斯 就是保險套公司 常常會做一些跟性教育的單位 也連在一起的一些報導 這個報導的話 一方面可以提醒民眾們注意 我們社會的趨勢和發展 另外一方面的話 它也創造出一個聳動的效果很恐怖 說哇不得了的現在小孩子都已經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在學術在研究各方面的這個統計數據 其實是可以也形成另外一種恐怖的效果 和聳動的效果 這些恐怖和聳動的效果 也就往往會導致另外一些政策上的發展 比方說因為統計出來 青少年都已經開始嘗試各式各樣的性的行為 而且不分男女都已經開始 因此我們在政策上面就可以去做一些相輔相成的東西 所以事實上的話 這些學術研究跟後面的政策發展 有的時候非常緊密的關聯 也在共同的跟媒體一起創造一個恐怖的效果 使得我們對於性的感覺 對於性的那個社會的面貌都感覺到很緊張 因為世界在變在失控當中 剛才我講過在媒體的操作方面的話 其實是有個反制的那個傾向 就是假設一個完全無知 完全大驚小怪 什麼都不知道一個你看事情的底線 可是在學術這個統計的裡面 往往表達出來的其實是成人對於現況的焦慮 我說他會表達成人對於現況的焦慮 其實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 做學術的時候你選擇什麼題目來做 選擇什麼題目問什麼題目 你的問卷怎麼設計 你看的變數是哪一些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事情 我這一兩天也常常遇到一些研究生 就跟我從前遇到的很多研究生一樣 他們也都在做研究 一直在問你說 我要研究這樣這樣一個現象 那我除了要看他的家庭 他爸媽的婚姻 他的社會經濟地位 還有這些東西以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一些社會變數我應該看 我們是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很緊張 因為當你在說 我要看他的家庭 看他父母的婚姻的時候 你已經在假設一些東西 就是這一些變數 這些項目 是跟你所觀看的這個社會現象 已經有某種關聯 否則的話你幹嘛要看他 你為什麼不去調查一下說 我要調查的這樣一個社會現象的人 他們到底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他們有沒有染髮 他們有沒有吃鳳山最有名的特產 你會覺得某一些變數好像是沒關聯的 但是某些變數是非常重要的關聯 而很有趣的是 你覺得有關聯的那一些變數 其實都已經包含了很多社會歧視在內 因為你就是覺得大概婚姻有問題的家庭 養不出怎麼樣的子女 因此才會有這樣的社會問題 因此你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你其實是在證實你原先已經有的啟示 你原來已經有的那個成見 正在透過你的學術研究表達出來 很多學術研究 從十九世紀社會科學開始 在做社會研究的時候 往往就是跟著一個社會的政策連在一起 他做一個研究 好像說是在調查紀女的這個研究的時候 其實是為了調查完了以後 退出另外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就是要撒盪什麼什麼 因此不要再用很無邪的眼光來看 我們所進行的各式各樣的學術研究 總是要去問問這個學術研究 是不是跟原先的某一些成見根本就搭在一起 我們只去找尋我們要找到的東西 因此我們就找到了那一位型的答案 好媒體也好或者公正客觀的學術也好 這兩個非常強大的創造輿論的力量 都在使我們覺得性越來越恐怖 性越來越多元 性的年齡越來越降低 我們對於性的印象 在這兩股勢力的操作之下 我們覺得在年齡和性別上面 有很大的一些變圈在發生 比方說性活動越來越早開始 尤其聰動的新聞裡面往往都是報導 十幾歲的孩子就怎樣怎樣了 因此性活動越來越早開始 大家就覺得很緊張 怎麼現在12歲、13歲、14歲的孩子 都已經會自己成立園交組織 或者大姐頭會帶著小妹 一起去做公關公司的小姐之類的 好像越來越性活動非常非常的活躍 調查的時候會調查說 年輕的孩子他們性伴侶的人數是多少 就發覺現在就已經有很多了 我在稿子裡面就舉到一個 而且我找的都是一年之內的例子 就是說一對小情侶 發覺那個男的的話已經有三十幾個伴侶 然後女的也有七個 都才12、34歲 他就會很緊張說世界都變了 性活動越來越早開始 當然他們忘記了 我們性活動本來就是很早開始的 農業時代的話本來就是在12、34歲 所以才說二八家人就覺得留不住了 因為已經等太久了 而且還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 他們不但是越來越早開始 還越來越自在 不像我們如果有了性的活動或經驗的時候 大家都天人交戰很久 罪惡羞愧很多 可是現在年輕的孩子這樣比較自在一些 覺得沒什麼關係 越來越不在意跟別人有什麼樣的關係 當然我們做成人的 在另外一種社會文化的條件之下成長的人 就會開始憂心忠忠 因為在我們那個時候的條件 和我們那時候養成的心理和情緒 我們沒有辦法去接受這樣一個 在年齡上面越來越低 而且在性別上面 女生竟然沒有嚴守褲腰帶 也開始有各種不在意的一些態度 我們覺得不得了了 所以這裡的性的印象 就透過前面的媒體 和學術研究的這些統計數據 青少年的性態度 青少年的性行為 這些全部開始形成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在前面我講的說那個奇觀社會 看稀奇古怪的社會 形式和內容也越來越大膽 長哥六鳥霞 中正九平案 這一些東西其實都是讓大家覺得 怎麼可能是這樣啊 怎麼孩子現在才在中學的年代 就已經知道什麼叫做剛教 就已經在教室裡面 玩各式各樣的性的西系遊戲 而且內容很大膽 因此大家箭頭一直就說 這就是因為色情 因為是A片 因為是索馬台 因為是各式各樣色情材料 教導了孩子 認識很多很多邊緣的性 開始玩各式各樣的遊戲 這個當然有一部分是真實的 不過大家也不要忘記 我母親成長的年代的話 男女的戀愛就是摸個手都會觸電很久的 你們只要看梁家輝演情人就知道 看過梁家輝演情人 你們都要一直看她的屁股而已 看故事 因為站在電影裡面最重要的情節 其實不是在那個黑暗當中的屁股 而是她在汽車上面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那場戲 那個小女生坐在旁邊 然後兩個人的手隔著很遠 然後慢慢爬過去 然後碰到的那一剎那真是天雷地火 現在你說年輕的孩子這樣碰一下 會天雷地火嗎 不會 因為她的那個身上所流動的情欲電壓 跟你不太一樣 這樣子碰一下已經沒什麼電了 因為她碰過很多次 已經沒有那種電的感覺 需要更近身了 那個電壓的幅度的配置 也跟你不太一樣 從前的話我們總覺得說 打個bird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還記得我媽媽小的時候叫我 一直嚴禁我做一件事情 不是說不要去跟人家發生性行為 因為我媽媽腦筋裡面 當時沒有這回事 就不覺得孩子會跟人家怎樣 我媽媽從小耳題念念戒證恐懼地告訴我 就說千萬不要跟一個男人照相 為什麼你們用的腦筋想一想 就在那個時候你如果跟一個人單獨照相 就表示你們兩個有曖昧關係 然後就表示你們有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其實一個相片 那裡面就有很多涵意 所以很久以來我都沒有跟男人單獨照相 那個涵意是很深的 不過最近我就跟 我最近就比較爛交一點 常常跟很多不同的人照相 然後到一個會場的時候 通常有人說合照出來跟你合照 實在是讓我媽媽看到會很緊張的 我們活的年代的頻率口味 和我們所適應的我們習慣的東西 其實逐漸在變化當中 就是好像麻辣口味一樣 大家現在吃洋芋片也要麻辣 吃各式各樣的東西都要麻辣麻辣麻辣 連口香糖都有麻辣的了 你這個基本上的口味 已經到達這樣一個麻辣的程度的時候 你不可能還說我們兩個摸摸手 大概就是一個最高境界 少數人是這樣 有很多人還會繼續往前挺進的 當你的社會文化裡面 充滿了情侶的圖像 最近有很多很多的情侶圖像在我們周圍 我一直在想 比方說杜德偉唱脫調 我每次他一播我就趕快去看 因為我一直想要看到那個 要不然就是沒有鴨的 要不就是沒有馬的 不打馬賽克 或是不放橋鴨鴨的那個版本 據說有 但是一直沒有看到 所以我就一直想要看到那個 因為那個脫調的那個身體 以及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所有的車展啊 商品展啊 電腦展啊 各種身體的圖像 舞蹈的樣式 阿妹樂舞 你說不性感嗎 那這些都是在我們眼中 身體的呈現方式 扭動的那個幅度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充實的性的訊息 和性的能量 在這樣一個條件之下 互動共同去發掘的一些事實 在這樣一個精神上面 性教育才可能是真正貼近現實的教育 如果我們還是認為我知道最好的 我知道所有的東西 然後交給你 你那邊是完全被動的 無所知的接受的話 性教育是沒希望的 我們性教育會繼續的 老師十分的恐怖 學生十分的隱瞞 大家各行各自的道路 那個性教育到頭來 還是會是一個失敗的教育 所以也許在性教育的教室當中 我們有一個狂想 就是一個真正民主平等多元創意的 學習環境的狂想 而這樣一個學習環境 是大家要一起來做 不能因為我比較年長 我比較怎樣 我就有權利說 對不起 過去有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你的性教育教室到底是怎麼樣 你要教什麼東西 我們辦很多研討會 很多座談會 很多老師都問這句話 我常常告訴別人說 第一 性教育的教室必須要有的一個成分 就是對於本地的性文化 性價值觀 性傳統的認知 換句話說 你不是去教器官 教防病 教那些而已 很重要的部分 認識你自己文化裡面的性 就在台灣這個文化環境裡面 性你什麼樣的面貌出現 我們怎麼樣可以看到性怎麼樣被扭曲 有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存在 對於性的文化必須要認知 第二個 對於這個社會文化裡面 對於性怎麼管理 你要知道 就這個社會用什麼方式去讓你的性 沒有辦法自在地發展 你要去認知 不要忘記 知識不是一個死的包在黃布包袱裡的東西 知識是批判 知識是反思 知識去倒過來看看 我們社會裡為什麼有這樣一個成見 如果大家都在吃蛇膽 喝蛇血 然後吃一些壯陽的這些東西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文化 這個文化裡面有些什麼樣的狀態 我們能不能夠去體認 我是不主張像有一些女性主義者的說法 就是去罵這些男人 你看他們都酒家文化呀 你們都怎樣怎樣 我通常不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你需要去理解這些男人 你要去理解他為什麼需要酒家文化 他面對的日常生活是什麼 我對於中年老年的男人 是有充分的同情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年輕一輩的男孩子 我們只能流口水啊 因為他們真的現在很會打扮 很漂亮 你看那幾個唱歌的藝人都長得多好看啊 但是我覺得相較之下 反而顯得中老年人的市場更為薄弱 因為你在街上有看過嗎 你有新獻過哪位中老年人嗎 沒有啊 他如果看你一眼你都還瞪他兩眼 覺得他侵犯到你的空間似的 那這一種創造出來的年齡歧視 和性別之間的敵對狀態 其實使得我們一直不能過去明白 為什麼男人有這麼多的困難 為什麼男人有這麼多的布局 或者在他的生活上 有這麼樣大的一些挫折感 為什麼他們需要另外一些刺激或者活動 來滿足他的需求 同樣的反過來你也必須去認識 中年的女人她的出路在哪裡 當她生完了孩子 已經服役完畢 家庭的義務盡了以後 你要她以什麼活下去 要求母親為兒女而活 是不公平的 母親必須要有自己的生命 唯有她有她自己的生命 她才是一個真正快樂的母親 你才能好好的養孩子 否則她就是 她就是 她就是 那個韓國連續劇叫什麼 婆婆 那裡面那個婆婆 那個就是她生命當中 已經沒有什麼別的 她生命就是看兒子看女兒 我們不希望有這樣的婆婆對不對 你自己做兒女的位置上面 你是不是希望有這樣的一個女人 一天到晚就是管著你 哎呦你這又不對啊 哎呦你那又不對 你不希望她 那請你也不要變成她 而我遺憾的是 你們有很多人恐怕正在變成那種人 因為你的生命裡面什麼都沒有 你要為兒女為丈夫而活 以至於沒有自己的時候 到了日後老一點的時候 你就只有一天到晚盯他們 盯他們盯他們盯他們 你就變成一個很討厭的人 因此我就會說現在 請大家都先把自己想一想 你自己生命當中的快樂在哪裡 也只有這樣子 你才能真正進行那種愉悅的教育 你往這個方向想的時候 把這個觀念能夠傳達出去的時候 家長可能就不是只是家長而已 畢竟家長也必須要有自己的生命 他不能只是在家長的位置上面說 我的孩子要活在一個清純無欲的 真空的空間和環境當中 老師怎麼樣能夠把性教育的訊息傳達 老師也是家長 傳達給其他的家長 好讓家長們能夠對於性教育的空間 更友善一點 這是另外一個需要我們去努力的方向 恐怖的性教育是在很多的社會裡 透過媒體 透過學術 透過大家在家長在父母的位置上面 不斷地創造出來的 要對抗這樣一個恐怖的性教育環境 要真正能夠養得出 能夠活得好 能夠跟自己的情慾做朋友的這些人 我們還需要有一些新的不一樣的 新的教育 這一部分還需要我們繼續努力 這一些努力 就看我們的社會空間到底能夠有多大 能夠包容多少不一樣的東西 能不能夠真正的做到多元平等尊重 謝謝大家 我還有20分鐘 快 我答問題很快 所以你們可以一次丟10個 然後我們就用最快速度來回答 有沒有啊 挑戰也可以啊 不要說只是要問問題而已 或表達意見也可以啊 好 後面 到時間了 有 有 聽到了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我是連大學多的人 好想做一點 聲音太小了 別再講 大一點 我今天剛才覺得說 談到那個 拿進 進一點 大聲一點 有 有 我們覺得說 就是多元的性別教育裡面 最大的敵人是那個 同意證 不是孔童 孔童 其實是孔意 就是 我孔去一個 別人跟我 是不一樣的人 而這個人 他是不符合社會的性別的股留價值的 也就是他是一個性別意義分子的 何老師講的性別意義分子 那我那個時候 在我個人青春體驗裡面來講 我自己在教的學校裡面 我在上性別課程之後 中間的時候 因為我是那個時候出會 那我出會的時候 就是 當時的別人知道說 我是一個變性欲 這個詞的時候 他非常的陌生 所以他會接著我說 我這樣一個人 為什麼可以在學校 擔任性別教育的課程 然後 在這個 養性的平等委員會裡面的 有權利的人 他會指責我說 我會把學生教成 是一個不男婦女的人 因為我就是個男婦女的人 但我是覺得說 當這個東西存在的時候 這個多元最大的敵人一直存在 他使我們的社會裡面 一直阻礙前進的發展 但我覺得說 但在我裡面提到說 我是成為一個 這個恐異症的代罪高揚 因為這個社會裡面 他本來就是不期望這種 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 意義分子 在社會上發生的 可是我事實上 我在這個過程也發生了一個迷思 就是說 在我所教的這個教程當中 裡面所應用的東西 沒有一個東西我可以心創造 因為那個時候 我還沒有認識到 Polera的所謂的解放教育 或者是批判教育 就是在這個受壓 或者教育學的一些概念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談一個 真正解放性的性教育來談的話 我認為說 需要一個解放性的教育哲學 當然Polera他的思想 並不是只應用在成人教育裡面 那這個可能是不是在 新的性別教育裡面 要灌注一些新的生命 可能是我們需要一些股價 那這些東西 我能夠充實了之後 再用一些事實的東西去 填充 我覺得可能會更完整一點 我覺得可能會更完整一點 我剛才覺得 在我的生命醫生當中 灌注了非常多的養分 讓我成長能夠茁壯 一直到現在 仍然都是 身受熱的那種心頭 就是感同身受 那對於這個 我個人的一些現象的詮釋來講的話 我覺得放在性別教育裡面 也許有些性別的多元價值 能夠 冠請這個社會的重視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在性別教育裡面 一點小小的貢獻 謝謝 謝謝哈老師給我的支持鼓勵 希望各位先進多指教 謝謝 謝謝 其實做性教育的人 在遇到性的各種百態的時候 能夠不要大驚小怪 是一個很基本的方式 沒見過十年人才大驚小怪 各位都是在性教育領域當中 算是精英也是專業的 如果你們看到聽到3P或者捆綁 你們還那個大驚小怪的話 那被你們教的人要怎麼辦 那怎麼樣能夠不要大驚小怪 充實你的知識 多看 多聽 多研究 房間出版了很多書籍 電視的小度去認識那些東西 就不要大驚小怪 大驚小怪的意思就是 無論什麼 像剛才我覺得周總人講的很對 周老師說恐逆症 就是你只要跟自己不一樣的 你都害怕要死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的話 其實其實是我們現在 此刻政治上也不該有的 跟自己不一樣的意見 幹嘛要這麼樣的緊張 劍拔你這樣子 不過我們現在的文化 一直在講成這種對立和衝突 因為從我們摳眼看得出來 摳眼鏡裡面走出來 要兩邊對對的意思 這個整體的環境怎麼樣去改變 其實要很努力 他當然也提到說 要有一些基本的股價 沒錯 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股價 我們有一陣子也開始想要寫 一些跟性別教育相關的東西 但我們也寫一個東西 像我們今天有幸運的人 就拿到我們當時為這個 桃園縣製作的一個青少年的漫畫 如果你手上很幸運拿到的我們 有沒有人拿到 唉 別幸運的人 你們拿到了我們給桃園縣教育局 製作的漫畫以後 請你們自己看一下 這個漫畫 我不知道你們看了沒有 我現在講了也許等下就沒這個效果了 當初我們做完了以後 桃園縣的這些議員們 桃園縣的議員們說 哎呀這本漫畫有問題 然後他說這本漫畫叫做色情 我就請大家自己去看那個漫畫 看你覺不覺得是色情 因為我們這個漫畫裡面畫了一個男生 就是外星人來把他頭腦換了 因為身體換了 他第二天早上就發現他是女生 我們在漫畫裡面畫到就是說 他就看到自己在鏡子裡面看 然後說多了這個 下一格說少了這個 這邊寫了一個中文字叫空 這麼樣的象徵 這麼樣的文學 沒有任何的形象 他們就寫一個空字 然後我們的議員們為了聳動草新聞 政客跟媒體其實一樣 然後他們就說 哎你們這叫做色情 因為什麼叫色情 他說使得人們注意到這個區域 就叫做色情 那你說你們性教育者要怎麼搞啊 所以你們做的基本上是色情教育 因為你們有很多一部分 都要復集到身體的某些器官 某些護衛 這樣一個環境 我們怎麼樣做一個突破的解放性的性教育 我覺得這一部分 教育部是要面對 你到底要不要做一個務實的性教育 還是要一個這個正命宣導的性教育 如果你是真實要能夠幫助孩子們 面對未來的一生 能夠在社會上進行一個整體的教育的話 我們在方針上面要有一些改變 我們在管理上面要有一些鬆動開來 而不能像現在這個樣子就是無論什麼 只要能夠講到性的 所以我們就說那教他色情 那性教育怎麼做呢 可是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原來有寫過 想要寫一個14週的教程 我們已經寫了一半 那後來一直就是沒有空間 因為你做一點點 人家就說不行 這個不可以 不可能家長會怎樣 老實會怎樣 行政委會怎樣 一點空間都沒有的時候 你想要做任何創新的教程 做不出來 Paolo Ferry的這個解放的這個理論的話 之所以他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性 他有一個社會的運動在那後面 拉丁美洲的每一種解放運動 整個社會動的那個能量 是他那個教育哲學能夠得以實現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 它能夠結合的一個社會力量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 目前沒有那個解放的那個動力 沒有那個改革的那種呼求和力量出來的話 教育哲學怎麼做都還又變成另外一套高調而已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覺得是需要大家一起來 以我們的理性 以我們的這個學術的良知 來推動一些比較冷靜 能夠處理我們社會現實現象的一些東西 這個我覺得是此刻只能要求的一點點的 具有解放性的一個教程 好 剛才旁邊好像還有一位 是不是 下一個 下一個 趕快舉手 這邊有兩個 何教授 大家好 很高興聽到您很多興趣的見解 不過我們剛剛想到說 新教育這動作運作很不錯 這樣怎麼講 怎麼搞 那我們今天這個機會請大家何教授 在您真正的這個教學活動當中 您讀的話 如何設計 如何設計這種教學活動的話 讓學生的話呢 真正去練習 去體會 然後的話 增加他們的一些愉悅能力 在教室裡面有的時候練是很難的 所以至少說要能夠說得到 那像這一類型的所謂愉悅能力的話 那我比較喜歡做的 我會跟學生講說 你們每一個人 帶你們最喜歡看的黃色書刊來 這是一個開始 那你說純色不會準 對啦 你看看 是不是 我們想要真正的面對現實 哪個人沒看過黃色書刊呢 你看了你還不是有這故作 刀夢阿然狀不跟我講說你看過 我們其實有很多人也很好奇 也想去看我蠻秀啊 也想去牛郎店啊 什麼之類的 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可是每個人都是 噹噹噹不敢講啊 所以學校裡面 如果能夠容許一些空間 就說至少我們在性教育的 課室裡面可不可以看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帶來一些東西 大家稍微談一下說 其實一開始有時候 也許不拿真正A值的 你可以拿點R值的嘛 就是比如說稍微有一點點閒詩的 一點點 這種很多啦 所有電影裡面都有啊 電視劇裡面也有啊 有各式各樣的 還有就是去研究 我們一個社會文化 怎麼樣呈現情欲的場面 我有一陣子很喜歡用 瓊瑤的小說裡面 大家就知道 學生都愛看瓊瑤啊 愛看攜帶同書啊 好 大家回去找 你所看的那些羅曼史小說裡面 性愛場面如何處理 像瓊瑤的場面的話 都是說什麼下雨雨打花 對不對 性愛場面就不描寫了 那麼西代的這個從書的話 他的小說裡面 對性愛場面有怎麼樣的處理 去找尋一些 在我們的文化當中 對於性愛場面的處理方式 他用什麼樣的語言 什麼樣的意象 什麼樣的場景 避開了什麼東西 聚焦在什麼東西 他怎麼樣去描述 然後把這個東西可以弄出來 另外還有就是 也可以派學生出去做一些市場調查 那市場調查就是 他們其實可以去那個 我有一次叫學生說 你們到書店去喔 在羅曼史的那個小說前面 這都是書的背脊骨嘛 都是書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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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把那個書這樣 一點點翻過來 看是哪幾頁比較黑 懂我意思嗎 就是囉 就那幾頁會翻的比較黑 那個腳也比較折的 你去看那幾頁 就會知道說 人們在看的時候再多看哪幾頁 你不要把性教育當成一個 他一定要是在關注在個人生命 說你怎樣 你怎樣 有的時候你可以去看 這個社會文化怎樣 別人怎樣 大家都在看什麼小說 做個調查 大家看小說之後 都會喜歡看哪幾段 站在那一些小說前面的人 是什麼樣的人 多少年齡 大概什麼狀態 這些調查都是認識你的性的文化 你有鄉村的居民 常常有野台會清涼秀 什麼什麼之類的 學生也會去看 叫學生來做報告 就是觀察 細緻的去觀察 比方說野台秀 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 沒人想過 大概都什麼時候開始 然後是什麼樣的一個步驟 前面有什麼樣的觀眾 這些觀眾是怎麼樣的反應 他的注意力 不單單只是在看那個裸體鋼管 他的注意力去觀看 一個社會怎麼觀看 這樣一個裸體鋼管秀 這種研究就是認識性的文化 認識我們社會 對於性怎麼操作 然後什麼時候人們鼓掌 然後人們在某一些場合的時候 比方說真正脫到光的時候 會不會大家突然一場靜默 不敢回應 不敢反應 你們有一些人去看過猛男秀 猛男秀的時候 觀眾是怎麼 眼睛不要看猛男 而是看觀眾 觀眾是怎麼樣反應 是不是有種放不開的感覺 怎麼樣一個狀態 去研究一下 在家裡面 有些人有裝這個 鎖碼的電視台 你可以偷偷觀察一下 你們家是誰看鎖碼電視台 大概什麼時段看 是什麼樣的狀態看 不過有時候很難 沒有24小時監控才行 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你的爸爸有收集錄影帶的習慣的話 也偷偷做一個整理 大概是什麼樣的 他是喜歡幼齒的呢 還是喜歡日本的呢 還是喜歡什麼 任何一個跟性相關的東西 被當成一個學術題目 當成一個研究的對象來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會稍微認知到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 當然在這樣一個教室裡面人很多 大家不太熟悉的時候 是不太容易說個人經驗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看別人的經驗 看這些跟情慾相關的資料來討論 你也可以有一節課討論 就是最近最流行的電視的MTV 學生都很熟啦 歌曲的錄像帶裡面 你們覺得最色的什麼 來排行榜 然後排下來 然後不是只是排喔 排完要講 為什麼 他的好好的在哪裡 他的情慾呈現是怎麼樣的手法 為什麼大家喜歡 你也可以去挑歌曲 哪一些歌詞最色 我從前教英文我都這樣教的 因為台灣的國語歌曲 台語歌曲很多英文字 我們就會去做統計 就是把所有的歌曲上裡面 有英文的就把它挑出來 那是一個英文教育的材料 你們都沒教過 我們那時候學生最喜歡玩的就是這些 就是透過流行歌曲去教情慾 哪一些歌是有關一夜情的 哪一些歌是有關什麼什麼 就這樣去分析他們的情語語言 是怎麼樣操作 這些歌曲怎麼樣去描述 怎麼樣隱晦 這些方面 你們還可以分析各式各樣的廣告 這些都是性格文化 在我們周圍充斥 隨時隨地都有 很多你們也可以帶學生到樹德大學來參觀 他們的這個性的石雕和木雕展 這非常好的一個活動啊 就是來看一看藝術 藝術怎麼樣呈現 讓中國的成語跟一個藝術的 這個形象的表現結合在一起 每一個人問我說性教育要教什麼時候 我都沒有辦法給他一個固定的教程 因為我覺得你要信手拈來 你周圍的環境當中有材料 就立刻可以做 今天發生一件事情 六鳥俠的時間出來 你就討論啊 大家就來談啊 大家就來談啊